据央视军事7月16日报道 苏州舰先航围E-132 今年刚刚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具有编队区域防空作战能力 对海超视距打击能力 是综合性能兼优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 对苏州舰的探访从驾驶室开始 作为担任进攻性任务的驱逐舰 启动离港只是第一步 在到达作战区域后 先进强大的武器系统 才能保证苏州舰更好地完成作战任务 苏州舰的武器系统集中分布在甲板上 得益于7000余盾的满载排水量 苏州舰的空间相对比较充足 武器布局更为合理 舰为家常的飞行甲板 可起向反前直升机 舰载的主要武器系统 则主要集中在前甲板 海军苏州舰副舰长汪浩然介绍称 这个就是我们国产最新型的130毫米主炮 它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对海和对岸打击 它的打击效果非常明显 火力密集度非常高 在我们上次进行对岸训练射击时 它覆盖了整个暗把 暗把当即就被摧毁 威力非常的大 这个是我们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我们进行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可以实现冷热供架 它可以搭载更多型号导弹 并与我舰执行更多样化的任务 这个是我们的副炮 作为我舰近末端防御最重要的手段 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对来袭的导弹进行防御 进行抗击 它在发射的时候 会形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 对来袭的导弹或者空中目标进行拦截